這個世界奇奇怪怪的地方多不勝數 經過上次介紹完另類旅遊景點之後 我們又找了一些令人不寒疑慮的恐怖禁地 分別有韓國恐怖電影 昆池岩的原子 乾絲面對面的地下墓越 詭異獵奇的雕塑公園 還有擺滿脫皮脫骨的娃娃小島 走過路過 不要錯過 精神點 任時演員都是演員 歡迎收看格物冷知識 我是阿牧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千奇百趣古靈精怪的問題 我們就幫你解答 化繁為簡 用幾分鐘把知識塞進你的腦袋 喜歡聽的話 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韓空area 首先介紹這一個 是韓國三大空窄之一 也是CNN世界七大恐怖禁地之一 2018年也有電影參考了這個地方 拍成鬼片 昆池岩精神病院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感受一下裡面的氣氛 神入 這個廢墟原本叫做南洋精神病院 1992年開辦 坐落在光州市東南面一個鄉郊地方 開業之後 整天傳出有病人在裡面自殺 只經營了三年多 連裡面大部分的設備都沒處理 就極速結業 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有人傳測院長這幾年用精神病人做秘密人體實驗 最後令自己也剩下 在那裏自殺 而結業之後 就是靈異事件的開始 這裏晚上 周不時都會傳出笑聲 哭聲 坊間最出名的傳說 就是212號房 是禁忌之門 它是唯一一間在裡面 反鎖的房 沒有人知道裡面是怎樣 加上精神病院的環境 籠罩著一陣詭異的氣氛 所以這裏瞬間爆紅 成為韓國最知名的靈探聖地 正如剛才那條片那樣 有不少人都嘗試挑戰打開212號房 究竟這裏是不是真的這麼猛 其實整件事就吹大了 這東西之所以荒廢了 原因很簡單 就是沒有人理 這個地方其實是屬於雄氏家族的私人土地 他們長期在美國定居 建這棟東西的時候 那些排水系統是不合規格的 他們又不想做好 那就由他們結業 扔掉了 他們又不理 政府又理不到 所以由1997年開始 這裏就陸續出現各種的靈探 電視採訪 慢慢就形成了這個鬧鬼勝地 附近的居民就經常受到滋擾 半夜三更出出入入 吵著曬 那些居民就向政府部門投訴 最後熊氏家族終於找到買家 在2008年將特地賣了 現在這裏已經清拆了 準備重建了 這裏已經清拆了 已經清拆了 接下來這個景點 是一個恐怖的教堂 你可以很近距離和干絲面對面 以下片段可能會引起不安 大家斟酌觀看 這裏是位於意大利西西里島 PALERMO 的聖方祭教會地下無穴 創立於1525年 這裏裡面 牆身全部都是掛滿了大概8000具木乃伊干絲 這些都是中世紀時期開始保存到現在 大部分的干絲都保存得很完整 就連他們的服飾都保留著 當中最後一個存放在這裏的遺體 就是1920年過世的兩歲小妹妹 Rosalia Lombardo 她的屍體幾乎保存得完整無缺 亡絡就好像在場面一樣 所以她也被稱為瑞美人 這個教堂每年都會吸引很多遊客 前來參觀 向裡面的死者祈禱 因什麼解救這個地方 會出現這麼多公開示眾的遺體呢 那就要追溯到16世紀 話說1599年這間教會的一個修士 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地下無穴 還在裡面找到一些製作木乃伊的工具和心得 於是就嘗試將這個技術 應用在剛剛過世的一位修士那裏 Solvestro de Gubbio 那就是她了 她也是這裡最早的一句干絲 當時很多信徒都會進來向她祈禱 表達敬意 於是教會就開始幫過世的修士製作干絲 他們會將死者放在一個架裡 用一年的時間令她自然風乾 再用醋、酒精或者一納等等的保存物料清洗屍體 再幫他們穿好衣服 找個好位表起她 久而久之這裡就成為了一個聖地 由於中世紀的人認為 死後能夠被製作成為木乃伊存放在教會 是一件非常神聖和尊貴的事 所以當時有很多有錢人為了突顯他們的身份 也都重金安排同樣的身後事 就是這樣這裡就越來越多不同的遺體了 這個風氣在西西里島很流行 直至到19世紀才慢慢減少 而到現在還仍然是開放給遊客參觀 成人門票三元雞歐羅 12歲以下的小孩就免費 歡迎大家去參觀一下 世外桃園 各位如果不知道不知道路來了這裡 會不其然會覺得這裡的人全部都受到詛咒石化了 尤其是這些面目真靈的表情 更加感受到她當時是多麼痛苦 這個地方是位於芬蘭的帕里卡拉 其實它是一個雕塑公園 正話看到的那些人像 其實全部都是人手做出來 出自這位芬蘭藝術家 為什麼她無情情要這樣嚇人呢 就是因為她不想面對嚇人 其實這件事是極埃之人的心靈治癒小故事 Aveyor自小就是一個極度自我封閉的人 她真的有社交恐懼症 我們找到一條紀錄片訪問她的親友 他們說她真的接到連家人都會避開 一放學就會衝回家躲在房間做自己的事 她沒有朋友又被人歧視 一直以來都在自己的世界裡 直到她16歲第一次接觸陶瓷雕塑 她終於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表達方法 她就是將自己不同的情緒、行為甚至是一些感覺、幻想 整成一個個雕像記錄下 所以這些各式各樣看似很奇怪的動作和表情 其實就是代表她不同的人生階段 50年來她完全投入這個創作 雖然形成了這個著名的雕塑公園 吸引了很多人進來參觀 但她仍然是忠於自己的性格 不會和別人見面的 有話說就記在牆上 這種對她來說就是最舒服的交流 Veyor的堅持 令到她在2007年獲得芬蘭文化部頒發的終生工作獎 而她就已經在2010年離世了 現時這個公園有500多件的人像作品 仍然是開放被人參觀的 各位去芬蘭有多個景點了 蛙眾取寵 各位 當你想說格物蛙眾取寵的時候 我跟你說 什麼才是真正的蛙眾取寵 這個島全部都是娃娃公仔 就算日光日白去都會令人不寒而慕 這個娃娃島 位於墨西哥一個叫做 的小鎮 是要搭船出去的外島 上面全部都是擺滿這些脫皮脫骨的娃娃公仔 如果你有小朋友經常扭機買玩具的話 建議各位爸爸媽媽帶她去一轉 好了 又說一下這個娃娃島的由來 事源1970年代 這裡當時是一個小村落 好不幸地有個小女孩在岸邊遇溺身亡 事後島上的一個居民Julian 她經常聽到小女孩的哭聲 她覺得這個小女孩的靈魂還在附近 出於同情心 所以她就放了一隻公仔 在她淹死的位置陪伴她 後來她越掛越多 還跟她的家人說 一定要守護這個島 和這個妹妹的靈魂 街坊已經覺得她是精神失常 直到2001年 最無管動的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Julian被人發現 在岸邊淹死了 而她死的位置 就是跟當年的小女孩 一模一樣 你進來幹什麼?你想怎樣? 經過歲月的洗禮 這裡已經人去流空 當時的娃娃已經生滿青苔 又或者是被重駐到不似人形 看上去就更加恐怖 不過就吸引了一班人貪得意 來不及都會放回新的娃娃上去 於是就成為墨西哥一個奇怪的景點 最恐怖的是 她的價錢 登到的船 成為120元美金 嘩 真的要多些人分享一條數 才不害怕 拿兩個小孩來 有 有 謝謝 今集看了四個得人害怕的景點 我們發覺 有很多時候的恐怖位置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只要那個地方 是擺了很久都沒有人理 荒廢了她的殘舊感覺 就已經會令人疑神疑鬼 開始老作 就正如可能你隔壁的單位 刺了很久 一直都沒有人租 都足以夠嚇到你了 關於這些可憐的地方 快點 快點 可以嗎大哥 人家催修功了 是啊 我有一次去旅客 去泰國 有一個行程 是去泰國的陵墓 地下陵墓 你知道地下陵墓 好像迷宮 九曲十三彎 然後這個景點 有半個小時的自由時間 讓我們自己自由探索 然後導遊 就帶我走一條最詭異的路 然後我兩分鐘就出來了 那她對的 真的很詭異 不如大家留言 關於這些詭異的地方 有什麼經歷呢 那就留言吧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好